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我一玩机械运动的哥们儿 突然过来跟我说 你看看这个Vivo X50 Pro 它这有一个超稳的微晕台 效果特别好 说比你们那个稳定器什么强多了 我当时就特别诧异 特别不屑 说你这东西再怎么的 因为手机的它有一个很大的局限 就是它太小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 它这个里面能搭载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晕台 当我试了一下的时候 我发现哇 完全颠覆我的想法 它手持的稳定性特别强 之后我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不能用这台手机去拍摄一部 完全用手机拍摄的极限运动打片 可不可以挑战一下 我想看看它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山地速降这个极限运动 因为山地速降这个极限运动 它的速度非常快 弯道很多 路面非常复杂 非常适合挑战一下手机的拍摄能力 大部分的手机都没有一个长焦段 没有长焦段 就不会有一些景深的压缩和空间感 所以这回拍摄使用了很多的附加套件 去丰富整体的画面 让镜头看起来不那么单调和单一 让它匀速再转稍微快点 对 对 我们这次接到的任务 是用这个Vivo X50 Pro这款手机来拍摄自行车速降 一开始是有点担心 就是如果用手机来拍摄这种运动镜头会不会很吃力 然后它会有稳定性的问题 会有一些画质上的问题 因为之前你想做摄影师 你肯定手机拍一些图片拍一些视频 但是我不会用选择用手机来拍摄这个运动题材 因为抖动的非常厉害 你画面没法控制的 我们第一天拍摄的时候 看了几次回放 我就完全打消这种顾虑了 这种微晕台的设计 它完全可以帮助我 就是做一些跟拍 包括一些横移的镜头 我这次既没有带轨道 也没有带稳定器 我全程拍摄下来 全是手持 我没有用到任何什么三角架 稳定器 这种稳定系统 这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 这个自动车速降 它中间会有一些急的弯道 很急的弯道 然后我们需要一些 有视觉冲击力的镜头 然后我把手机可能固定在弯垫上 用慢镜头来展现的速度感 和轮子带起来的泥土和砂石的那种感觉 完全没有想到 整个的洋起来的土和砂石 就全都凸面上来了 第一辆车凸过来我就已经闭眼了 然后第二辆车就是手机没动 然后就完全是闭着眼 等着第二波图过来以后才结束 人在闭眼的时候 你的身体或者是肌肉控制 不会像睁着眼的时候 你有一个控制力度 你就完全是盲拍相当力 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扭动 或者是改变方向了什么的 但是我回头看回放的时候 尤其又是慢镜头拍摄的 几乎看不到有晃动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强大的 这个微云台的这个功能 我第二个都闭眼了 我就没动机位 然后反而也得来一趟 可以了 你的土又还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了 我觉得都不用再来一遍了 中间拍摄的画面有一个模拟轨道的一个横向运动 一个横移的镜头非常稳 就是因为这个微云台在起作用 它里边是一个机械云台的构造 我们有一天拍摄是一个大晴天 而且接近中午的那个光照是非常强的 然后我当时有一个镜头 我记得是一个纯仰拍的镜头 日光直射到这个镜头里 车手入画再出画是那么一个镜头 而且拍的还是超高速 这个我当时挺担心那个高的光比反差 情况下 然后暗部细节会保留不了 结果没想到我回去看素材 暗部细节保留非常好 而且并没有说高光部分溢出特别多 宽容度很高 无人机拍摄在极限运动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位 所以这回我挑战的也是把手机挂在无人机上 然后去机上拍摄 当我听到本片需要用Vivo X50 Pro 进行航拍拍摄的时候 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 有一种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航拍我们大多数用的航拍机 都专门配备了云台增稳的这种摄像头 把手机放在航拍机上 在空中进行航拍 它会产生很大的震动 镜头基本上是用不了 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 Vivo X50 Pro的超稳微云台设计 可以把相机和稳定器都装进手机 在实际的拍摄中 只需要把手机挂在无人机上 不需要任何外置增稳云台 就可以拍出很稳定的画面 除了航拍的机位以外 我还加了一个特技摄影的机位 作为一名特技轮滑摄影师 这次我们需要穿着3D轮滑鞋 去拍摄一些特殊视角 在以往的拍摄中 我需要在滑行的同时 手持专业的稳定设备 而得益于Vivo X50 Pro 搭载的超稳微云台的设计 我只需要拿一根自拍杆 把手机装在杆上 就可以拍出媲美稳定器的效果 甚至可以做一些小摇臂的画面 拍摄中我不需要再拿复杂的设备 所以我可以更专注的 去做一些特技动作 感觉人和手机可以完美的融为一体 从实际拍摄的画面看 因为微云台的帮助 拍出的画面非常稳定 同时又不失运动感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从最终的成片来看 Vivo X50 Pro这款手机 已经完全达到 甚至超越了我的预期 时代已经慢慢改变 未来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机 拍摄一部属于你自己的作品